大家好,我是Denike 今天要讲三名同学和一名老师追求新来美女老师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女主角来到一间学校当实习老师 一番自我介绍后,男老师想起了年尾的毕业典礼表演 于是选了三名同学来协助女主角 他们分别是让老男、自念男和缺席男 女主角相约他们到礼堂商讨毕业典礼的事 可是缺席男没来 这时,女主角解开扭扣,跳了一段热舞 看得让老男和自念男流逼血 就这样,他们决定在毕业典礼表演跳热舞 这件事受到训导主任的反对 他与女主角争怒一番后,被缺席男看到 他顿时觉得女主角很可爱很不作作 于是他决定不缺席了 过后,他们就开始一起念舞 一天,女主角来到一个房间,看到一副美丽的话 突然间,缺席男走了进来 吓到女主角一个跌倒 他立刻用双手扶着他的奶奶,真爽啊 接着,缺席男开始攻略女主角 例如,贾义问他功课怎样做 在马路上偶遇女主角 还有就是在图书馆和班主任玩抓迷藏 可是都得不到女主角的芳心 接着,再一次念舞时 让老男看着,看着女主角的身材 一个不小心升旗了 由于他只是样老,心不老 他立刻看医生问个究竟 然后每天在船上幻想女主角 他还时常到女主角办公室帮他按摩按摩 顺便偷看偷看 还每天送他一朵玫瑰花 之后,自恋男无意中看到样老男的日子 而至他暗恋女主角 便把他公告天下 害得样老男无地自容 自己一人在雨中喝酒消愁 女主角知道后,冒着风雨找样老男安慰他 喂下喂下,喂到床上 等到样老男睡了便离开 画面一转,自恋男上了女主角的车 向女主角表白还送了一盒情趣内裤给他 然后他来到办公室问女主角考虑得怎样 女主角说,如果你考试拿到90分 就会考虑和他约会 他开始发奋图强,努力学习 结果成绩出入他只拿了88分 真可惜啊 这时放下心头大师的女主角心情特别好 他看见训导主任进来,便称赞他一番 搞得训导主任神魂颠倒 他买了玫瑰花送女主角表白 哎呀,一个不小心两个人跌倒了 刚好遇到校长和管委会的人路过 搞得训导主任颜面无存 恼羞成怒,想要报仇 不觉后毕业点也到了 自恋男偷偷放了春药进水里让女主角喝 然后四人就开始毕业典礼表演 来到晚上,训导主任在巡逻时 他听到爱爱的声音 然后他捡到一只红色的高跟鞋 就认定是女主角,报仇时机来了 他立刻传简讯给校内所有人 让他们来看他如何拆穿女主角和同学搞私生恋 一番争论后,男老师跳出来还原真相 原来那天那杯春药水,女主角没喝到 是被男老师和令明女老师给喝了 真相大白后,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我没有明白什么 我只想知道哪所学校会有那么正的老师啊 拜拜